各车厂新车亮相琳琅满目 两年一度车展登场 车商卯足尽要力拼第四季业绩 在台湾近年来休旅车开始热销 进口车商当然不错过市场趋势 休旅车这样子的销售量超过了三成 在过去它没有这么高的比例 而这三成的休旅车款中 消费者他最希望什么呢 他希望是能够更大的空间 结合创新趋势 车商引进SUV热销车款 空间感十足 大幅提升承载机能 数位化仪标板整合所有行车资讯 也成为细经焦点 主动的安全科技配备 像ACC AEV或者Found Assist 还有就是我们车子的 二次碰撞的预刹系统MCB 都搭载在里头 我们以一个加大的车身设计 4米7的车长 还有这样这个车内 非常丰富弹性的这个机能设定 可以满足消费者的一个使用 搭上年底换车潮2018车展 可说是车界盛世 国内休旅车销量逐年攀升效应下 也成为进口车商 接下来引进车款的重要选项 期盼交出亮眼成绩单 三连新闻蔡梅华与春雅台北报道